好,刚刚这个程式的前面几行 第一个是Using System,就是引入System韩式库 第二个是Using System单内,就是引入System里面的单内网络韩式库 那接下来我们定义了一个类别,对不对? S,然后这里不是有个static command,这是主程式 所以应该没忘掉,主程式是这样写 然后我呼叫IP address这一个类别 请注意是类别,不是物件,因为你还没有物件 所谓物件是你要new 之后的那个东西 他现在还没有new,所以你是呼叫类别的一个函数 所以代表这个函数是静态 也就是像man一样是前面有加static 静态函数才可以直接呼叫 物件函数的话必须要有物件才可以呼叫 没有加静态的话就要有物件才可以呼叫 所以我呼叫这一个静态函数的pass 这个pass基本上它会传为一个IP address物件 所以它就传回了,我们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之后我们再把它延伸变成一个终端 end point 延伸,怎么延伸?加上po 之后,加上po之后就变一个终端 这才是可以通讯的广子 因为你通讯是对一个应用程式 不是对整台机器 是对一个应用程式 所以加上终端,对一个应用程式做通讯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呼叫这个IP endpoint 把它serialize 会变成一个socket address 那这个socket address 印出来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 有点像IPv6的那种位置 所以自信结果是这样 所以你要稍微恢复一下 对C sharp的记忆 那因为各位可能学太多程式语言 那这里,你这些起 会碰到两个程式语言 一个是C sharp,一个是Java script 其中跑之后会是Java script 那这部分先提醒一下 那如果你可以在其中跑之前 先买一本Java script的书来看 那是蛮有帮助的 那或者是买一本 网站设计的 但是是以Java script为主的网站设计 不要买那个什么ASP的那种 买以Java script为主的网站设计方式 特别是 不过我用的那个现在 还算太轻 所以只有一本书而已 中文 翻译中文只有一本书 叫No.js 那那个 如果你买那本 也可以 但是有点 比较深了一点 对初写才会比较困难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你看我的电子书 也就够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层次 我先解释一下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我的类别叫IP2host 我台湾名称也就叫IP2host 为什么叫IP2host 是因为我想把IP就是那个210.59.什么的那种东西 转换成它的网易名称 hostname 土机名称 ok 所以呢我就建立了一个 一样用IPaddress.pass 建立了一个IDaddress 好,接下来呢 我呼叫 DNS.gethostEntry DNS就是Domain Name Server 就是 就是那个 网易名称伺服器 我呼叫这个网易名称伺服器 这个物件 去取得它的 主机的 主机的那个 hostentry 就是物件 主机的物件 那主机物件 取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印出主机的名称 那我先试试一次 各位下课的时候 可以 去试试 好,ok 好了 那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 编译 这个动作是编译 编译 编试试完 之后 会产生一个 EXE档 那这个层次 比较特别 是 它有用到命令列参数 所以 你不能直接打IP to host 不然的话呢 它会当掉 因为你没有给它参数 它的参数是用哪里 第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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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要打什么给它 打某一个电脑的IP 但是我怎么知道哪一台电脑呢 随便找台电脑 刚刚不是有用 用那个 NSlookup 之类 那 我们 用NSlookup 按一下 学校的主机 好 你会看到它是 10.10.10.66 对不对 那我现在如果去 用刚刚的IP 用刚刚的IP host 然后我打 10.10.10.66 等一下 我的资料夹 我的资料夹 跳掉了 我现在不是在那个资料夹 所以我先切到那个资料夹 所以你要确定你的资料夹 对 那我的资料夹在哪 这边才对 我跳掉视窗 IP to host 翻到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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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好 那它会说 10.10.10.66 有这一台的 comment name 是这个 可是 这可能是电算中心 它的设定 它设定 它 用这种方式 可能 比较细东西 但是 怪怪的 那 我可以 可以查一下 查一下 google 好 74.125.3.1.94 然后我再 对一下 12.5 好 12.5 打出 12.5 好 那它会是这个 所以这个看起来不像 不像google的网址 但是其实它是 它是这一台的名字 那因为google有很多台 所以它到底怎么去组织它的 都不太一样 再试一次 我去查 雅虎的 好 那 我们把这个打进去 好 好 好 这里是 雅虎的 可是事实上它延伸的很长 是不是 我们一般学校不会延伸那么长 你就点什么 而已 前面加一个点子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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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 这是我们这个 IP to hold 做什么用呢 把IP 的名字查出来 IP对应到DNS里面的那个 王子也就是这种东西查出来 好 把这种东西查出来 好 这样清楚吗 好 但是一个这种东西可能对应到很多台 所以你会查到的是 是 就是 那个IP 这次的那一台 而且 因为现在云端的话呢 太多 云端的厂商它会有很多伺服器 所以 这个时候到底你 这次连的时候是这一台 对不对 你这次用NX 如果好 可是这一台 下次可能就不是这一台 它会切 所以你 你每次查 在 对于那种云端厂商可能每次查 会不太一样 但如果你对于自己家的伺服器查 那就不会了 通常你自己家的伺服器 你只会有一个 DOMAIN NAME 不会设很多个 也不会弄很多台 OK 好 这是IP2POST 那 各位试试看 再试试看 IP2POST 这一个程式 稍微了解一下 它到底在做什么事 好 持座一下 谢谢